歡迎收看,我是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其實已經算完了一人二吃方程式了 那我們這一集呢其實要來這個 等於算是複習前面的知識 那其實是帶給大家一些 用前面知識可以處理的 然後特別的題目 那像這一題 這裡有一個四邊形 然後這裡有直角 這一邊是7 這邊是8 這邊是10 然後問你這一邊是多少 這樣子 那乍看之下這一題好像 怎麼算 很難 那其實呢 他用到必式定理 很技巧的使用必式定理 就是說我現在把這裡 分成四段 叫做 X Y Z 和 比如說U好了 這樣子 那麼這四段呢 XYZU呢 我就會有 X平方加Y平方是49 而且呢 這個 Y平方加Z平方 是64 然後U平方加Z平方 是10 然後X平方加U平方是 問號的平方 那你可能想說 這樣沒有比較好算 對平方怎麼算 其實你把 既然都是平方 你就 把平方當成位之數就好了 就是 大X大Y 大Y大Z 大U大Z 然後求這個 那其實四個位之數 三條方程式還是求不出來 可是問題是呢 他如果這兩個看一組的話 X平方加Y平方 加U平方加Z平方 剛好四個全加一遍 那這樣子的話是 59 這裡不是10 寫錯 想說哪有可能 149 這樣是149 對不對 那四個全加一遍的話 是149 這裡剛好也是啊 YZ XU 所以其實呢 64 加問號 的平方 也會是149 那你就可以得到 問號他其實是 149-64 是 85 對 85 所以問號其實是 更號八十 可以嗎 算是很特別的題目 所以在這裡稍微介紹一下 然後來看這一題 這是筆的問題 學校有話劇、田徑、科學三個社團 而且呢 每個人都要挑一個參加 然後 如果一年級 他在上學期跟下學期的時候 人數沒有變的話 三個社團在上學期的人數依序是3-4-5 到了下學期變成2-3-4 那 依序齁齁 所以這個是話劇 這是田徑 這是科學 他問你田徑社的人到底是變多還是變少幾人 好 那這個是 基測題 還是會考題 就是 升學考的時候大考的題目 他很技巧 我覺得這題出得不錯 就是說 乍看之下好像每個社團都變少了對不對 可是總共只有三個社團 然後每個人都有參加一個啊 那如果每個社團人數都變少的話 總人數就會變少啊 可是他跟你說總人數不變嗎 所以其實並沒有 並不是每個社團人數都變少 那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們總共切幾份的那個切法不一樣 對不對 就是說我有一塊披薩 我們原本 切成總共切幾份 這裡 上面的這個部分合起來是12份 所以說 如果總共人數有A人 那這裡其實原本是12分之3A 這裡是12分之4A 這裡是12分之5A 後來改切成 這裡算起來是9分 這是9分之2A 這個是9分之3A 這個是9分之4A 所以你如果留意到這一點 就是說我人數不變 我只是切法改變 乍看之下好像每個社團都 數字都變小了 其實不是喔 其實不是喔 這一個社團 你看喔 他從原本的12分之3 那我們來通分一下 12跟9通到36 上面乘3下面乘4的話呢 這裡是36分之9 這個是36分之8 這個是36分之8 這個是36分之12 這個也是36分之12 這個是36分之15 這個是36分之16 你會發現其實畫具色的人變少 但是科學色的人其實變多了 然後題目所問的這個田徑色呢 它是不變的 怎麼辦 所以說 A N S 不變 或者說變多靈人 或者變早靈人 可以嗎 其實這一題是因為他剛好不變 所以你可以回答靈人 那要不然的話 他根本沒有跟你講說總共幾人 那你想說我怎麼能夠回答 變多或變少幾人 其實是沒有辦法回答 那是因為他剛好不變 所以 就有答案可以講 就是 變多靈人 或變少靈人 那就是這一題 好 我們再來看這個問題 這是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的問題 已經知道三個數字的比例 13-4-6 然後呢 ABC的最大公因數加最小公倍數是65 求這個ABC會是多少 那3-4-6 這沒有三個的公因數了 所以他們如果有最大公因數的話 我把它設成4X 那A就會等於3X B就會是4X C就會是6X 對不對 那他們的最小公倍數呢 他們的最小公倍數呢 他們的最小公倍數其實 去求12啦 這樣 那所以其實這個問題啊 從這樣子計算就可以取得了 X加上12X等於65 X是5 可以嗎 所以呢 A是15 B是20 C是30 A加B加C剛好也就是65 65 這樣子 可以嗎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也是作業的那個問題 我這裡有一個正方形 他有一個正方形 然後這邊有一個 直角三角形 他跟你說 這個正方形ABC的面積是100 然後這個三角形的面積是7 然後問你AF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一題呢 乍看之下 好像是幾何的問題 可是如果我們把 該設的東西設上去 比如說 因為你問的AF 是直角三角形的斜邊嘛 所以呢 我就把他的兩股 設成是A和B的話 那這個 這一塊 是A加B平方 100 對不對 那他的面積呢 他的面積是2分子AB 是7 那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A加B的平方是100 而且A乘以B是14 然後最後問的AF 他就是 AF的平方是A平方加B平方 A平方加B平方 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他其實是乘法公式 A平方加B平方是A加B平方 請2AB 對不對 好 那 A加B平方是100 2AB是28 所以是 這裡剪起來是72 所以AF呢 就會是 根號72 也就是6 根號2 都 會 看 那 是 是 是 什麼 做事 都 有 很多 谢谢大家